跳脱过去艺术分类的方式 回到艺术的原初 重新看世界 时尚、生活美学、传统记忆 一向被赐为非艺术品 但近年来 却是欧美各大美术馆展览的新趋势 这说明观念的流变 及当代手法的无限可能性 展览的艺术家或设计者、工艺师 在传统与现代间 来来回回的省思与手作 在赞叹与惊觉中 整合新的知识 并成为时代的象征 当代艺术 企图跳脱过去艺术分类的方式 返回生活 回到艺术的原初 回到一切正在发生、形成 无法归类和命名的本源 再重新出发 重新看这个世界 无论是传统与现代 工艺与设计 纯艺术与应用艺术之间 经过创作者的努力 打破疆界 去除分类后 和平明镜之际 新的作品 就是新时代的精神 在古早智慧的引导下 反身翻转 代表新的开始 及未来的可能性 香港艺术家 回顾生活中的传统老见 思考人生 并向老师傅学艺 台湾艺术家 则进行类似 螺旋运动的行为 不断往中心砖研 并扩散 而这个中心 就是台湾的远古文化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